我覺得他選舉主任這個脫債是很好的 因為這班傢伙全部都不是香港市民服務的 你看他去年早前那些什麼示威暴動那些 他全部沒有譴責的 全部那些消人那些全部沒有譴責的 這班傢伙是冷血的 這班傢伙不是做事的嘛 只是搞亂香港的嘛 黃之鋒之旅那些人不知道BQ也罷他 有什麼用呢 這次來講BQ來講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現在香港現在亂到這樣的環境 那責任大家都有份 但是問題上 現在搞到立法會不像立法會 香港不像香港的責任在哪裡呢 這樣是覺得他們很開心他們這樣做 就郭榮鏗不是一次兩次 他公開去外國宣揚 一些就是類似港獨或者制裁香港 如果我們香港人選這些人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等於自己自插一刀先 在我的立場我就不覺得這些人 真正是為香港社會服務 就只是為個人利益而設想 這個黨是很奇怪的 律師都可以有兩個提法 但是他們永遠是用自己專業的知識 去告訴市民聽 好像一些很好的對的道理 過去那一年我覺得這些人出來教的運動 令到香港很多負能量 很多混亂、暴力 這些人都沒有譴責他們 如果他們被選進去立法會 我看到只會是更加亂 之前放鬆給你們進來給你們說 但是得出來結果這一年多 大家收拾了什麼日子呢 反正我來教兒子 我給他自由 他不行的時候我就收拾來教他 我怕不可以讓他放鬆